乾隆初年 安徽的同城 也是今的同城市 有一个叫姓乾 明君的人 住在那一缝门外 此人乃是一间的儒生 平时为人也是那不拘小节 言行有些放荡不尽 一天晚上 他应邀出门到这朋友家做客 席间宾主双方 也是推杯换战 把酒言换 酒憨而热之际 已经是不知不觉的 就给忘记了时间 此时已经是漏下二股 这漏下二股啊 也就是那五更夜 朋友看着天色已晚 再加上自己啊 又喝得醉醺醺的 于是就劝他不要回家了 索性就在这家里将就的住下 明晨再赶早回去 乾君此时已经是酒足饭吧 确实执意不肯 非要挑灯也行 朋友见劝说不过他 只好帮他牵来的马匹 将他扶上的马 让他跳上了灯笼 成醉而行 此时云淡风轻 浩月千里 正是那金马玉堂 三学士 清风鸣玉 两厢人 乾君一路唱着小曲 随马放歌 悠哉悠哉 好不消养 这一路前行走到 一个叫做扫家湾的地方 这里本是一片乱坟岗 树叶茂密 破败不堪 其间这荒坟 也是数不胜数 此时乾君的坐骑 却突然停下了脚步 无论他怎样偏大 也是不肯上前 而那灯笼的烛光 也逐渐变成了 一阳阳绿火 随风跳跃不定 乾君此时 觉得很纳闷人 突然这眼角瞥见 这树林之中 似乎有什么东西 一闪而过 他这心中有些诧异 于是便抬头 向那林中的方向看去 此时月光如水 一泻千里 将这方圆数十里 是照的通量 乾君借着月光 定睛一看 确实啊 一个披头散发之人 从这林中 跳跃便过来 只见此人身上穿着 绿色的袍子 一头乌黑的长发 披下来将这脸 遮盖得是严严实实 实在啊 看不清是什么相貌 脚底下也没穿鞋 就这么 斥着双脚 向他给挑了过来 眨眼就跳到眼跟前 站在马前 这双手下垂 一动不动 此时的情景 是颇为的诡异 只是前君此时 早已是大罪 所谓这九状松人的 他心中啊 也不害怕 反而觉得呀 这什么人啊 大晚上的挡我路 有毛病吧 于是啊 一边在口中 呢喃着重啊 一边变探出这身子 伸手啊 就要去打他的脸颊 可是此人仍旧是不躲避 站在原地任由他扇脸 结果这右手扇上去 就随着向左摆 左手扇上去啊 就随着向右摆 打过去又转回来 打过去又转回来 就像是一个内有鸡窟的木偶一样 前君在这扇了几下呀 打得这手都疼了 但是此人呀 还就是呆呆地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 这心中啊 便不由地纳闷起来 正当这前君 要下马看个惊惊的时候 忽然这阴风阵阵 谈一炸起 前锋被这风一吹 当即是一个机灵 这喝下去的酒 也就醒得差不多了 瞬间就从这后背 化为那细细的汗珠 湿透了他的衣衫 人此时是清醒了一大半 他这才发现 情况有些不太对筋 细看着眼前之人 这一身打扮 恐怕不像是什么活物啊 一想到这里 他这几倍就开始寒芒发树 心中更是惊骇万分 可是此时此地 这么一个活不活死不死的怪物 喊吧 这空旷之地 竟不亦然 若是要逃吧 身下这坐骑 又牢牢地定在原地 驻足不浅 正在他进退两难的时候 忽然听见 这后面传来一阵马蹄声 原来呀 是那朋友对自己 终究是放不下心 又和着家谱赶过来看看 是否已经归家 此物一听到后面有人声 瞬间又像来世一样 跳回到那树林里 一闪就消失在了 无尽的黑夜之中 朋友赶到的时候 发现着前军 骑着马就呆立在那里 脸色煞白 欲无伦次 一问之下 方才知道着原美 于是赶紧护送着他 回到了家中 自知这前军睡起 发现他的十根手指啊 黑的就如同那墨汁一样 无论怎么洗 也都洗不掉 前军的心中 甚是惊惧 就去寻找 这当地一个很有道行道士 道士看了他的手之后 贤上好大的灶啊 此物名为黑将 刚刚变为僵尸 还没有多久 伤生也不算太多 幸亏他修为上界 才没有伤害于你 若是颜色发蓝 那你可就真的是 九死一生了 前军听后啊 很是后怕 自死以后 再也不敢 夜罪归宿了 后来直到 这三四年过去了 手上的墨色 才算是完全的推进